各位同學 我們還有部分同事 還有一些是校友 報名的還有幾位是外面的人士 我們今天主要都是用廣東話 應該沒問題 廣東話都聽得到 我們如果是比賽 就是有廣州話 又有普通話的 我們現在基本上是以廣州話為主 中間都會有些普通話 今天就很高興和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隆重的知識 一些技巧 還有講一下廣東話和傳異 這些關係 這句話大家應該都很熟 尤其是我們竹文系的 一定聽過 《詩經無私大罪》 裏面有一句說話 他說 為何我們會有文學作品 為何會有文學創作 其實我們知道 老順又翻譯了一本書 《苦悶的象徵》 很久以前了 我想多數人都沒有看過 日本一個文學家 《廚村白村》 《苦悶的象徵》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為何會有文學創作呢 因為有一種創作的衝動 這種衝動是什麼呢 可以是各種各樣的因素 其中呢 他總結來說就是一種 苦悶 將這種內心的屈結 寫出來 抒發出來 那就是 《詩者智之所知也》 然後說 在內心就是一種智 我們說是詩言智的智 發言為詩 內心屈結的情懷是一種智 我們將它抒發出來 就是詩歌了 這裡說出 《詩經》三八零五篇 是怎樣寫出來的呢 都是受到外物的一些感動 內心有些的感受 抒發出來 那就是文學的起源 文學的起源 最重要是什麼呢 下一句就是 情動於忠 而形於言 忠就是內心 情就是感情 一切的文學作品 都是來源於情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受到外物的刺激 內心產生一些的感受 一些的感情 發出來呢 就是用說話去表達出來 說話這樣說 有時不夠的 好像我這樣說 好像動手動腳 情動於忠而形於言 言之不足 會怎樣呢 會有長遮短嘆 故遮探之 遮探之不足 有些呼天搶鼻 大聲細聲快慢 遮探之不足 不知手之 無知 足之 道之有 那就是說呢 在浪眾的時候 有時有 手沒有觸到的 那這些呢 其實 我們在浪眾的時候 好像後加上去 其實呢 應該都是來源於自己 內心 感情 真是需要的時候 說話表達不夠 於是加上呢 手勢 加上一些動作 那當然最基本還有 眼神 表情 等等 那這就說出呢 文學作品的起源 亦都說出呢 我們人 是有表達和溝通的需要 當你 講自己的感受 之餘呢 就會配有一些身體語言來表達 那所以這一段說話呢 就是把文學 朗眾 他們的關係呢 是說了出來的 亦都是文學的起源 朗眾的起源 什麼叫朗呢 朗呢 就是 其實就是大聲 明亮 清澈 讀呢 就是看著文章來讀 所以呢 我們有朗讀 然後呢 有朗眾 朗眾呢 就是合乎節奏的 有節奏的一些的眾讀方法 這樣子呢 有朗讀 平時我們的語文課堂就是朗讀 作為藝術呢 第一就是朗讀 所以我們朗讀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用清晰、朗潤的康音 配合句子音節的高低、強弱、輕重、緩急、停連 構成了一定的節奏和語調 加上字音正確、具鬥清楚等等呢 就是一種的詮異過程 就是朗讀了 朗讀了 而朗讀的地道 是很重要的 他朗讀呢 既是藝術 亦都是一種聲音表達 一種感情的再創造 同一篇作品去表達,其實人人都不同 可能我有我一種讀法,你有你的讀法,不同人有不同的讀法 沒有固定一種的標準 這一種也是一種藝術的特質 每一個藝術家去演繹的時候都有不同的方法 我們一般都是說,朗仲是一個綜合的藝術 所謂綜合就是包括了文學、歌唱和戲劇三方面的結合 怎樣朗仲得好呢? 我們看看文學方面 文學方面就是收到一個仲裁 首先我們要去仔細、看味、理解這個仲裁 首先要去理解先 第二步呢,如果我們對文學作品理解得不深、理解錯 或者分析能力不足,就會影響我們去領會和感受 對於表達當然會有問題 歌唱方面,因為朗仲主要用聲音帶出情感 如果有歌唱聲樂的訓練 大家知道有所謂的單田氣 運氣提升 這樣的訓練當然會比較好 那麼朗仲的時候呢 我們是講求那個字音要飽滿、圓潤 運率要有變化、節奏要明快、音色要有音美 這些呢,有一些聲音之味 這次呢,朗仲就是三樣的結合 文學、歌唱、戲劇 大家覺得三者哪個最基本、最重要呢? 哪個最重要呢? 有沒有說哪個關係是怎樣的呢? 可能都很重要,對吧? 都很重要,但最根本 大家覺得哪個最根本呢? 好像文學最根本 因為你要理解這個作品 首先要正確,支持讀音要準確 支持句要理解,句意、斷意、篇章、主旨 似乎文學是很重要的 這次呢,我們用一棵樹來為例 舉例,大家看到文學是屬於那個根本 的部分,應該是屬於重要的 最根本的部分 歌唱成份,因為它用聲音去表達出來的 這次呢,這個是屬於滋幹的部分 這次呢,戲劇成份 就是剛才提到的眼神表情動作 這些呢,有些嚴格說呢,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可有可無的 正如有些人去看經劇 他說不是看的,只是聽的 去到不知黑暗訓定就是聽了 總之呢,人家看經劇,他就閉上眼了 他說不用看的,因為是聽的 那就是說呢,戲劇成份是最次要的 文學成份是根本 我們聽到的呢,都是靠聲音 那因此呢,三者關係呢 如果用一棵樹來表達,大概是這樣的關係 那因此呢,大家都同意呢 就是,文學作品的內容的理解 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你是理解錯誤 可能呢,是會表錯情 可能呢,會完全理解錯誤 那這個表錯情,我們一般就叫做聲情浪費 就是你那個聲音更好都沒有用了 接著呢,我們就探討朗眾者的角色 他的角色是什麼呢? 剛才我們說的,朗眾就是用聲音帶出情感 那到底他是用什麼身份來朗眾的呢? 他是扮演原作者,不滲襲個人的風格特色 還是應該用有一個朗眾者自己的身份去表現的呢? 大家覺得哪個比較好? 好像第二個比較好? 同學覺得第二個比較好? 因為呢,朗眾和戲劇都有點不同 戲劇呢,我們一般,在一個戲劇裏面 你是去練台詞、嗎? 一般唯獨自 maker 會自家傳 dans daqui 就是要是扮演這個角色的 就要把你要负责演的角色 要为超为妙地表演出来 你就是这个角色 但是朗诵有点不同 朗诵的语言大部分 都是朗诵者自己的身份去感受 去表达 因此他不一定是用原作者去表达 朗诵者不是做角色扮演 他是用自己的身份去创造性 去重新再表达这篇作品 他有自己的思想感情 可以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这就是朗诵和戏剧的不同 亦都是回应我们刚才所说的 戏剧是角色扮演 朗诵是有个人风格 自己的艺术特色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因此我们说 如果学习朗诵 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模仿别人 应该可以学习参考 但是主要都是根据自己的条件 将原作品化成自己的所思所感 下一步我们再进入一个 所谓朗诵的元素 这里我们提出四元素 四元素 哪四元素呢 就是情、气、智、声 朗诵的四元素 那些文字就好像有点深奥 玄妙一点 疑情、云气 都是回应我们一开始说 朗诵基本上 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情是根本 有深奥的感情 就以情、云气 然后情、心、气、活 感情如果不够深的 那个去表达的时候 一定是读得不好 所以这个情不够深 那个气就活了 然后由气去到智 这算我们说 就是气沉丹田 这个气就是刚才说的运气 由丹田运气 气沉丹田 于是就能够自透声田 所谓自透声田 就是我们朗诵的要求 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字的发音 是声母 吻母 还有声调 发音 发音 我们听中文都知道 发音 就是声母那部分 收音就是吻母那部分 发音 英文叫做initial 开始的部分 开始的部分 我们是要 如果是用 声学的叫做 咬紧自透归自微 普通话叫做 咬紧自透归自微 是吧 你发音的时候 一定要有力 咬紧自透 自透就是声母了 归 归因到愈母 咬紧自透归自微 这些书呢 意思就是说 你能够以自行康 就能够自正康圆 最后我们听出来的声音 就好听 所以是由情 去到气 气 去到字 字 去到声 我们听人朗证 听到的呢 只是听到声音而已 声音再细细去分析 听到一个一个的字 它的咬字很清晰 有些咬得不好 听得不清楚 声音是最重要的 字我们都听得到的 这两样是外在的 刀刀 情和气 在内在 他们的关系呢 下面我们都有一些 写出来的 情是开始 所以是接主导的地位 气息是情感的动力 所以 接着就是气 情感和气息都是内在的 当他言诛于外的时候呢 能够咬字清晰有力 这个就叫做字了 能够将情感气息咬字 有机结合 我们听出来呢 自正康圆的声音了 这个呢 就是情气自声的关系 再用一个图表的表示呢 下面有一个图表 表示出来 这个情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 好像一个障碎那样 是一个统领的作用 一切的声音 各种的技巧 都是以情 作为灵魂 和支柱的 气呢 就是后面的字 和声的完全 和动力 字呢 是声音的前锋 最后声音呢 是字的延续 和美法 那它四者的关系呢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回刚才 有个注意的事项呢 就是情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可不可以太多呢 那太多呢 有时候我们 譬如我们教学生 大家知道 你将来 很大部分我们同学 毕业 去到学校 教书 现在每间学校都要训练学生 去参加落众比赛的 因为现在 现在去到第六十几届了 每一届呢 好像上一届呢 都有成十九万 十九万位的同学参加 落众比赛 当然它是分开阅音 有广东话的 有普通话的 有英文 三样加上 十九万的同学 所以你去到教书呢 学校一定找你 要指导学生 参加落众比赛 那么我们要留意了 这个情感的表达呢 就不能生硬对情 就是刚才 情动于中 言言于言 一定要是发自内心 很自然的 那么这种的情感呢 就好 就要根据作品内容 恰当表达 如果太少 太少了 太干燥 太腐结 或者太多 男情 这些呢 就叫做一个是超过 一个是不够 超过和不够都是不好 那么我们呢 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机械式的康调 也就是朗证的康调 那么我们3月19号 刚刚举行完的 第十届 大专普通话朗证比赛 那么最后 那位老师的评判都提出 全部参赛者水准都是登峰操级 很好的了 那么怎么判断高下呢 那一般大家知道 去到最高境界 通常都是无招性有招 去到炉火纯清 如果你读的时候 很多感情 很厉害 那么遇着一些很自然的那些呢 他又能够发自内心的 很真挚的呢 通常去到冠军和亚军的差别 有时就差一点点了 因为如果你是流于机械式康调 就是朗证固定了一种康调 比如一听都是这样读法的 故意拉长个字音 将康调拖长 那种就被人觉得是比较生硬 做作是流于机械化 那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下 朗证的 在那个 声音方面的技巧 其中第一个技巧就是停顿 那我们知道朗证要停顿的 通常一般同学呢 去朗证的时候 那个缺点呢 譬如我们去参加朗证比赛 校制朗证节 去做评判 那一般呢 他是预理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一节 一个上午九点半做到十二点半 有成五十个同学 那么三个小时就差不多 要读得一个一个很快乐 那你听完还要写写写 还要写评语 有些要写多一点的 写得两三句呢 又不行的 朗证协会有提示 因为呢 同学都花了百多元 报名参加 你写得两句 家长会投诉的 家长会投诉的 另外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所以将来做导师都要小心 词音 你又不要随便说学生读错音 因为呢 学生家长就打开了手袋 带着几本字典的 又跟你查一下呢 你说敢读 我查一下是不是敢读 立刻呢 有些是现场立刻出来跟你对策 有些学生呢 有些学生呢 不止家长来 旁边还坐个教练都有的 因为现在很多学习中心 专门去训练小朋友 朗证 因为大家都知道朗证呢 除了很多作用的 其中一个作用呢 就是训练我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小朋友呢 会建立信心 面对很多人敢说话 很多这些中心 专门训练小朋友呢 朗证 教练都一起来 教练有没有空 家长给了终点费 一起来 这样一起来 所以有时呢 做评判呢 有些年轻的同事呢 很紧张的 因为你又不能随评 哪个字 查一下字典 不是哦 你自己搞不清楚 一般三个钟呢 其实应该 它是预理九点半 应该做到十二点半的 但是有时呢 你很快做完都有的 有时十一点已经做完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读得快 一般朗证的缺点 都是读得快的 就欠缺了停顿 欠缺了停顿 原来停顿 没有声音 那我们知道 我们都听过了 此时无声声有声 没有声音 那个情感一路贯穿着 微慢全场 那个气氛是更加 更加好的 如果你是没有停顿 如果你是没有停顿 他都声音很快的那些 通常都不是那么好的 为什么要有停顿呢 我们知道呢 平时我们说话都要有生理的停顿 需要 另外有感情的停顿 停顿可以表示 或者区分 转折 呼应 帝进 是给我们一个缓冲 去思考 欣赏的 但是呢 我们又要留意了 在停顿的时候 我们要注入一种技巧 通常那个技巧的高低 就是这四个字了 声段意念 声音听不到了 但是那个意思呢 它是没有断到的 就是说文意 那个文气 一直贯穿着 如果你声音停了 文气也都停了 那一定是不好了 因为已经读破了 断了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 情气自声 你去朗诵 朗诵完了 最先停的是哪样东西呢 声音没了 再跟着 如果你朗诵得 大家很有印象深刻的呢 那些字 个别的脑字的印象还在 字呢 其次消失 再跟着呢 你那个气呢 都再收起了 最后呢 都还有情感贯穿着 微慢着 慢慢 可能读完要整半分钟 那个情都还在 所以一般小朋友很紧张 读完最后的一句 快点走了 那么呢 跟我们说的情气自声 声音不完 接着它 字气 声音都没有了 我们其实应该呢 一般完整都还留下 几秒钟 如果情感丰富的 留下半分钟 当然 看看场合 行不行了 有些要滚到场了 还妨碰一下 但是呢 这个声段二年呢 我们就要留意 好似这一句 风吹草低 荐牛羊 这个荐有些话 应该是燕 其实是燕字来的 我们通俗就荐了 其实就是现现的现 好了 风吹草低荐牛羊 七个字 要不需要停顿呢 如果我们从意思上 当然是有停顿的 要留意 是吧 那七个字呢 我们都有三个停顿 哪个停顿最久呢 风吹草低 一个一样东西 燕牛羊 有一样东西 所以风吹草低应该是一个大一点的停顿 风吹 然后草低 吹低了一些草 应该又有一个停顿 变到的牛羊 或者牛羊 出现了体电 这个应该是最久了 是不是 大的停顿 这个呢 小一点的停顿 这个呢 是一个 一个小的 顿错在这里 这样一句 都是要有停顿的 那我们停顿呢 有分 逻辑停顿 寓意停顿 也有感情停顿 那一般呢 我们就举例看看 标点符号也都有停顿的 按照标点来停顿 感情停顿 就像这一句 一句说话 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光荣地牺牲了 一句说话 很明显我们从语义分析 都知道 应该是有一个停顿的 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应该有一个停顿 光荣地牺牲了 光荣地牺牲了 如果要再多些感情 还可以多些停顿 如果要突出 光荣地牺牲了 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个停顿呢 应该呢 光荣地牺牲了 光荣地牺牲了 他这个是一个牺牲 都很强烈的感情 所以这个光荣地 其实是可以停顿 光荣地牺牲了 这个呢 有一个停顿的 如果要强调前半句 用尽全力 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使尽全身的 这样子如果整句呢 应该就是要停几个地方的 标点符号当然有个停顿 但是这个光荣地的停顿时间 可能比这个豆豪要长的 可能它没有标点 但是它要停久一点 这个又可以停 这个又可以停 好了 有逻辑的停顿 有心理的停顿 心理的停顿呢 我们又举一个例子 比如第一句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本来一句说话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当然没有感情了 我们要加感情下去 这个杀父之仇 或者不共大天之仇 或者国仇家恨 父前 父后一定停了 这个仇 你看看你有多大 有多大停多久 这个草 如果很深刻的真的要停久一点 这个草 这个草 如果很少 这个草 立刻接下去了 如果真是不共大天之仇 生父之仇 感受很深刻 就是 把草 把草 以爹 一 八 和他这样的几个停顿呢 下一句又是 听到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 大家都难过得掉下雷来 又是很简单的一句说话 我们如果要理解一下 不幸的消息 难过得掉下雷来 都是有人禍失了 一种悲哀的感情 我们就要尝试把这种感情 加进去 尝试要有感情的 听到了 听懂的东西呢 听到了 这个要停顿的 听到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 大家都难过得掉下雷来 就要这样的停顿 前一句呢 表示悲愤 后一句呢 表示怨色 有些停顿呢 去表达其中的 濃烈的感情 停顿时间呢 是有长短的 那我们知道一个句子缘 通常停在内 句号 感叹号 问号 这些是一个句子缘 再其次呢 就是母号 再其次 豆号 最后呢 顿号 又有分四个层次 但是 标点符号呢 和停顿时间长短 其实呢 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下面呢 我们呢 又找一个例子呢 来看一看 这里呢 我们就不讲这么多 哈 好 可以 另外一个来一集 好 我常想 我常想 杨柳 阿罗多姿 可谓 妩媚极了 桃李 绚烂多彩 可谓鲜艳极了 但他们 能处给人一种 外表好看的印象 不能给人以力量 如果我们将这个 层次分做 分六级 分六级 停顿时间最久 应该是哪个数字 的位置呢 哪个最久 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深厚感情 是不是 所以都是简单的 这边没有什么特别感情的停顿 哪个最久 不是很深的 很容易的 哪个最久 你觉得哪个最久 你觉得哪个最久 7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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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1号 1号 1号最久 10 1号最久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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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们先说 会不会刚才说 这些深厚原谅了 其实很简单 刚才的答案都不对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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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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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同學說7,如果不是7,還有什麼可能呢? 4,8應該不正確,是7和4,好像比較正確 7內一點,還是4內一點呢? 7內一點,還是4內一點? 大家看看,4所包含的就是養療 7包括了養療和討療,對不對? 所以7應該是停的時間要長一點,它涵蓋了這兩個 停頓時間最短的,有哪4個位呢? 4個位很短的,2應該很短,5應該很短,8應該很短,9應該很短 所以如果這麼小一句,如果我們把它分析一下,都會分析到這個最短 2、5、8、9是最短,其他這個都是普通的鬥好停頓 所以這麼短一個句子,都可以分到六個層次 那麼我們去做分析的時候,就要去留意,分到六個層次 好了,重音,一般我們重音有三種,重音有三種 哪個字是重音呢?大家一起練一下 分熟,熟或者是熟 好了,第二個,哪個是重音呢? 所謂重音,其實是根據語法分析,哪一個字最重要,哪一個最關鍵? 誰在唱歌,誰在唱歌? 第三,第二個節重音呢? 會說話,說話是重音 我把信燒了 第五題 第二個節重音呢? 清楚,對呀,他說得很清楚 說得很清楚 動,可以靠了 第六個 你說,下去 想 第一個 我們學了六年 兩聲不是具體的,是吧? 所以應該不是兩聲的,應該是咳嗽 第九題 四十 四十个,第十题,应该是杂志,是吧?放了两三本杂志,第十一题,水的雨神,水的雨神,不是真的想问哪个的,哪个的不重要, 总之为什么有雨神在这儿呢?死的雨神是重点,不是想问哪个,哪个他不理,总之为什么有雨神在这儿呢? 十二,爽能,对不对?爽能的笑,修饰的动词,逻辑重阴, 第三,他实在太累了,总定是太,第二题,这么近,相隔这么近,第三题,火突然间熄灭了, 第四题,可有意思,可有意思,必会帖,一定,对了,一定,这个叫做逻辑重阴,逻辑重阴, 第七题,哪个字是重阴呢?一定,绝不会,一定是,一定是裸辑重阴,哪个应该是重阴呢? 听歌,唱歌,是吧?爱听歌,还是爱唱歌,那我们会分析, 予以落差,知道哪个字是重要,就将重阴放在它上面,就对的,感情重阴, 第七题,你这个人真糊涂,哪个是重阴呢?应该是糊涂, 我不同意呢?哪个是重阴呢?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可以四个都同样的,活该,活该也应该是重阴呢? 这个重阴应该是那边,应该是对的,灵复官,灵亡了,灵复官,灵亡了, 那我们读灵亡的时候,都要把感情放进去,是不是? 如果你读灵复官,灵亡了,那就不行了,是不是? 灵复官,灵亡了,把感情放进去,重阴读出来, 那我们知道重阴有几种方式的,有些是大声,有一种是拖长阴节, 有一种是将它一字一顿,有各种的方式,最后一句呢? 白华树的叶子变黄了,枫树的叶子变黄了, 松白显得更苍翠了,似乎是一些颜色,应该是同样的,是不是? 很形象的一些颜色,大家看到叶子变黄了,枫树的叶子变黄了,枫树的叶子变黄了, 松白显得更苍翠了,苍翠了,苍翠了, 苍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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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调的不是任何一天,他强调的是明天,明天。强调五的时候,指的不是他来,而是你去,他叫你明天去,看看把这个重点放在什么地方。 这些,因为我们时间问题,说得比较快一点,最后这些,如果大家需要,我们都可以放上网,给大家的,或者email给大家。 下一句,你怎样会知道的?同样,又是12345,123分析, 你怎样知道的?这个你的时候,就是强调一的时候,重点就是,对这个事情,你怎么会知道的?不太相信,你会知道。 是吧?怎样,就是通过什么图鉴,就强调这个怎样了? 最后呢,奇怪,你怎么会知道,因为原来是不想让你知道的。 那这句呢,就是说这个重音,下面呢,这句呢,我们就, 讲得快一点点了。 好像这句,他表现得好吗? 好。 好。 如果是一个降调的好,是不是表示什么呢? 应该都是,表示什么语气呢? 他表现得好吗? 好。 好。 表示很忠心的肯定,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如果另外一句,他表现得好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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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语气表示什么呢? 表示不以为然,是吧? 不以为然。 好了,总有,这个项目少了你,不行。 没用的,可以吗? 应该就不行了。 表现了,又是好狠气,所以有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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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种呢? 这个项目少了你,不行。 这个项目少了你,不行。 所以不所以有它呢? 所以不所以有它呢? 表示什么态度? 冰冠才可就无所谓。 挖斧,讽刺。 好。 好了,这工作有人做吗? 这工作有人做吗? 简单的,顺闻语气。 这工作有人做吧? 讲的时候大概,觉得它的语气大概知道应该会有人做,是吧? 这个吧,应该是大概知道。 所以呢,就这么说了。 这工作有人做了,做了,是什么语气呢? 肯定的语气。 这工作有人做呀? 有什么语气呢? 好气候有人做,是不是? 加重肯定,表示心情。 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重音。 语气,如何表达出来。 好了,接着呢,就有语调。 语调。 这个呢,就叫做声调。 语气,在暗声的时候, 俱调先低后高。 表示,疑问。 这个语气,答错了。 疑问,反结,惊讶,命令呼唤。 如果我们用评语书里面, 语气就不会打到疑怀。 好了,這個聲調主例,用聲調唸,最後一句要這樣聲音上來的 請問這個同學,你是陳棟同學嗎? 陸行同學,請你,都出來 請問,陳棟 巫虎,此無故人陳棟寄長也,何為而在此? 非常好啊,此無故人陳棟寄長也,何為而在此? 此,聲上去,這個叫聲調,表示疑問 這句其實都很出名,以前我們中學,有一課叫方篩子傳 又有所謂何東詩子孝,就是這位,出名 是夏老婆的,她太太一叫她,她很害怕 何為而在此? 這一句,下一句,就是用這樣上聲 我們這個隆重workshop應該是互動的 大家出來讀一下就最好了,你又開了個好頭 這句就像不像 這比山海膠,比海深的恩情,我們怎能忘記 這比山海膠,比海深的恩情,我們怎能忘記 上聲的,這種就叫上聲調,下面有一種就是降調 表示肯定,決心,自信,請求我們去感嘆,就要讀降調了 我們來讀一下,這句也很出名 有沒有看過這句,這句也很出名 有沒有看過這句,這句也很出名 很有哲理的,是嗎? 如果你今次來,聽過什麼,聽到 愛過才知酒農,醉過才知酒農 沒試過喝醉,你不知道酒味是怎樣的 如果未愛過,不知道什麼叫情 你不能做我的師,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這句也很出名,作者是誰呢? 胡適,胡適很出名,胡適之 即是五四時候的胡適,不是鹽都不仁 好了,下降,怎樣下降呢? 如果我們讀下降,前一句一定要上升 升降,升降,哪位試一試? 哪位試一試呢? 請你試一試,好 試一試 醉過 醉過才知酒農,愛過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師,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非常好 因為這個是放掉,不需要特別誇張 當然這句也有些感受 又醉又愛又有感受 所以都可以放一些感情 所以剛才他讀,讀得很好 醉過才知酒農,愛過才知情重 好,下降下降 好了,下面這一句呢 這句簡單點 都是,一句上升,一句下降 海底真是一個景色奇異 景色奇異,上升先 物產豐富的世界 講到沒有了 好了,下一個就叫做直调 直调比較簡單,即是說普通的 這首詩又要考考你 作者是誰 王維 大家的國學常識都非常好 一看就知道是王維 王維又稱為師 師佛 師佛就是四大皆空 所以他看到的空山不見人 完全沒有情感,沒有感受 所以就用平直的聲調來唸 如果你隆重這一首呢 想去評分就慢一點 因為感情又不知怎麼用 快慢又不知怎麼用 重音又不知怎麼用 所以我們的浪重比賽就不會選這些詩 因為都沒什麼好讀 沒什麼好讀 好考人讀,其實還難讀 就是讀得好,還難讀 所以少點選 第二句呢 第二句又是名家作品 古書 古書的第一篇作品 第一篇作品 他一看就知道得很順 但這篇作品 新文學常識文答比賽 是誰的作品呢 支流合真心 支流合真心 故鄉 好像沒那麼深 說潤土 故鄉 故鄉的潤土 最後一句 講潤土 其實地上五百 比較陸 走的人多了 也變成陸 又是呢 一個呢 平平的 彎曲調呢 就表示 表示什麼呢 表示誇張、諷刺、特別驚異 那 好像這些 就比較容易讀 對不對 有各種各種的讀法 好像剛才那些 簡單點 這個怎麼讀呢 曲調 是我的錯 我沒有錯 現在每個人讀法都不同的 請你讀一讀 怎麼讀呢 如果讓你讀 廣東話當然可以 又好像太平 現在是曲調 即是不承認錯誤的 不承認錯誤 是別人的錯誤 不是自己的錯 不承認錯誤 各位剛才的讀法 是一種 你再讀一次 不承認錯誤 不承認錯誤 是吧 不承認錯誤 怎麼讀 呃 呃 呃 哈哈哈哈哈哈 是我的錯 你沒有錯 是吧 是我的錯 你沒有錯 是吧 有各種不同的方法 大家可以承認錯誤 大家可以承認錯誤 好嗎 可以承認錯誤 好嗎 是我們說了停頓 重音 啊 又說了呢 啊 語氣 語調 是聲音的技巧 接著呢 就是去到眼神 浪眾 需不需要用眼神的呢 輸有的 好了 眼神的運用 戲劇表演的時候呢 我們用眼神 跟對手接觸 演講的時候呢 就是跟聽眾接觸 浪眾的時候 那個眼神是怎樣的呢 啊 大家看到是不同的 演講 一定要看著觀眾的 看著聽眾的 如果是做戲劇呢 就是跟對手做戲的 是吧 就不會看觀眾的 那你覺得浪眾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呢 看著觀眾呢 還是看著進入的 作品呢 嗯 怎樣呢 說普通話 大家都聽得懂 我覺得 我覺得浪眾的時候 應該是要先進入作品 然後結果在進入作品 然後是要出來 和觀眾接近一個 就是人的 人生的交流 這樣才能把觀眾 帶入這個 你所創造的 故事的作品 先進入作品 然後再出來 又跟觀眾 又交流 又 好像兩全幾美 兩全幾美 全部都有 好 按不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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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呢 可以呢 跟慶眾觀眾呢 交流 這樣就加強 表達效果 對的 另一種呢 就是集中型 想進入的 私裏面 本來是兩樣東西 合在一起 當然是再理想 看看能否做到呢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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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條件 就是不看的 因為如果你看了仲裁 有什麼不好呢 就沒有眼神 如果看仲裁 就是沒有眼神 就沒有了跟剛才說的 跟觀眾聽眾 去傳達思想感情 所以呢 是不可以看仲裁的 好了 那這處呢 剛才我們說的第一種是 進入作品 你可以讀的時候 完全進入作品 如果你進入作品 應該就不用跟觀眾接觸 例如這一首 好嗎 就是最簡單的做法 床前明月光 就看著前面那裡 跟著又看著這裏 二是 你 上 上 跟著 舉透 明月 跟著 看著 低頭 師傅 那些手段都很好 這個眼神 前 勤 上 下 如果我們訓練小學生 就真的這樣 就容易了 下 又要這樣讀 這樣呢 就真是進入作品 進入作品 如果是不進入作品那種呢 就是 去跟全場觀眾去交流 就另一種做法 就是 如果是一個大禮堂 現在我們有一個課室 如果大禮堂很大的 很多成九排人在那裡 那你怎樣去跟全部人接觸呢 都會有些理論 教別人去看的 對吧 即是說 如果這個大課大禮堂的話 你首先看一看 看中間 一 這個第一塊 第二 第三 接著再看那邊四 接著五 六 七 八 九 這樣 你要照顧全場 就是這樣 又這樣 是教別人的 那可不可以又進入作品 又跟觀眾 打成一片呢 這個呢 自己揣摩一下 又沒有這樣 當然 他做到這樣 但是這樣又入又出 做不做到呢 這個呢 都可以再提提一下 好了 面部表情 木無表情 好了 不可以木無表情 剛才說的乾燥 敷髮 或者敷結 都是不行的 表情過火 也是不行的 矯油造作 也是不行的 那這些呢 我們都是累積經驗 收到學生的評語 低分的那些 他真的這樣寫的 當然都不太鼓勵性 現在歌手都寫鼓勵的評語 但是有些老一輩的評判呢 他們說 丙公辦理 那些是怎樣的 只要這樣寫 都不太好 那應該呢 就是 不可以太過分的 剛才所說的 過猶不及 不必要注意 藍情 善情 就不可以的 那 這裏所說的 表情必須一任自然 所謂呢 喜怒哀樂 凡而做之 手勢動作 需要嗎 有些人覺得需要 如果是 比較高層次的浪眾 就不太主張有動作 一般 小學生 就認為 有些動作好些 因為你小學生站出來 如果你沒有一些動作 他就周圍 不知放在哪裏 放前後 放後 小學就有的 高小都慢慢小些 初中 如果有動作 一般都認為 是一個起兩個字 一個至兩個動作就夠了 如果你一句一動作 通常 如果說得獎一定得不到獎 因為太多變成 暈子園的 暈子園的暈子園 就不可以的 如果用動作 都是有些準則 有些準則 有什麼準則呢 第一個準則 必須配合仲裁 不能夠散硬堆齊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如果有些事經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言之不中 故遮探之 遮探之不中 然後很自然的 手之舞之 足之道之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 生硬堆齊 這句說話 老師設計的動作 你這樣 讀到第三個字的時候 你的手應該到這裏 第四個字到這裏 最後呢 應該躺到最圓 這是很重要的訓練 大家看到 因為浪眾 現在學校都很重視 亦都作為一種 證取 提高校語 亦都一種 課外活動 亦都可以 提高同學的 作文的興趣 有很多很廣告的 就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他是 文學 歌唱戲劇 有些成立浪眾小組 就是歌名團的老師 有來 畫劇組 有來 一起去設計 都不夠 還要找美術老師 美術老師做什麼 幫你設計一個隊形 讀哪段 就排一個怎樣的隊形 讀哪一句 又出一個這樣的隊形 這樣都 都不是不好的 是不是 如果是配合結合得好 也都不錯 但是如果是生硬堆砌 就是有反效果 手勢動作要小而清楚 就是說一個動作 兩個動作就夠了 不適宜太多 動作的範圍 都有規定 在這個胸口前面 小小的動作 如果是太高 太低 太遠 都是不行的 這些都是不行的 還有呢 有些喜歡蹲腳 好像粗兵蹲腳 又是覺得是 無患美感 和影響呼吸的 第五呢 如果身體不停地動 也是不好的 不停地動又是不行的 動作要精心設計 其中一點呢 就是 動作先 還是聲音先呢 一般 它應該是在聲音出之前 就表現出來的了 起一種的作用 就不是聲音出了 才出 是已經去出動作 才是帶出聲音 在香港呢 那個朗眾呢 就很強調 讀音的 所以剛才說 去參加比賽 家長打開手段 隨時 淫出幾本字典 幫你討論的 所以 讀音是很重要的 普通話呢 比較簡單一點 全部都是根據新華字典 就是一個標準 新華字典 當然我們都要留意 新華字典 現在都出了很多版的了 你要拿最新的版 你拿回三十幾年前那一半 就不行的 已經出了很多版的了 要根據最新的版 因為呢 有一個讀音統一的審音委員會 幾年就審一次的了 出版社也都要幾年 翻新一次 新華字典 否則都沒有人買 好像香港改版一樣 改版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 普通話二讀詞審一表 配合這個 普通話的讀音就是標準的了 廣東話就比較複雜一點 就沒有統一的審音標準 都是口耳相傳 雖然有幾本流行的字典 都有六、七本字典 很流行的 但是呢 這些字典都不是標準 都不是標準 所以呢 就有不同 有些爭論 最重要的呢 我們都很強調 有所謂九聲六調 普通話就是四聲 比較簡單 廣州話就有九聲六調 我們在座今天都有一半以上的同學 母語都是講普通話的 所以你來到我們學院 很多同學都有參加我們的 粵語的粵語班 都有讀學識了粵音的 有九聲六調 我們一般用這些來訓練 音平音上音去 陽平又上陽去 然後入聲有三個 有些用數目字來表示 更清楚 如果用一個字呢 就是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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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三碗小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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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些同學和同事已經參加了我們比賽 有些是有興趣的,還未參加 有些當然不參加 如果參加的,留意要查詞音 好像這個字,普通話有詞的音 這個字,說話的說,遊說的睡 還有沒有音呢? 樂 對,還有樂 吳亦樂乎 文化論語第一篇就有了 吳亦樂乎 這個字,普通話有多少個音呢? 不過比較少人道 廣東話一樣 如果樂字,音樂,還有更多音的 不是人者樂山,字者樂水 人者樂水,字者樂水 這個詞音也很重要 這些字都是一字多音 很多音的 好像依字,食字,養字 都是超過一個音的 你們學廣州話,這些都是難點來的 依字除了讀依,還讀什麼呢? 名詞就是依,動詞是讀什麼? 讀依,沒錯 食,還有一個音,動詞是… 名詞是讀什麼呢? 讀字,是嗎? 讀字的 樣,另一個音是讀什麼呢? 讀做樣,是嗎? 齊間智,國平天下的智 動詞是讀什麼呢? 讀作詞的,是不是? 不讀字,國人也讀詞的 詞,王 動詞是比較容易的 動詞是讀什麼呢? 王,是嗎? 讀作王的 這個教我們就知道了 另一個音就是… 讀作什麼呢? 我們有一篇就有了 不教胡馬道陰山,對不對? 巡視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暈 接著怎麼樣? 但史龍城,非將在 不… 不教,對不對? 不教,胡馬道陰山 不教,胡馬道陰山 所以這個教字也要讀作教,對不對? 不像凡真漢字 凡真詩歌裡面的漢一定是漢,對不對? 因為漢是側聲 漢是平聲 教是側聲 教是平聲 從詩葉錄,他要讀平聲才對的 好了,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字音雖然很重要 但是我們去到比賽呢 因為評判一般都不會強調 你哪個字音讀錯 情願正正地扣分 都不敢說你哪個字讀錯 因為家長馬上和你理論的 好了,我們知道有讀書音和口語音 寫是口語音 寫就是讀書音 廣東話的清正命平聽 清正命平聽 N 這些都是口語音 如果讀作標準書面語 應該是清正命停 停 停,停對不對? 聽,停,停 去聲 好像未必對 請君為我傾以聽 才對的 如果你浪重 請君為我傾以聽 評判不敢說你錯 不過我給少一分 給少一點 因為是傾以聽 第一聲的 現在我們講各位聽眾 香港講聽眾的 廣州是各位聽眾的 不是說廣州才是標準 而是查詞幾個字是讀聽的 另外有一個問題 下面我們都會講 另一個問題就是 古音和金音 古無輕純音 大家有聽過 我們很多中文系的同學讀音 我一定聽過 古無輕純音 輕純音就是 F這個聲母 古代母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那和他 這些 舌上音 又是母 古無輕純音 古無舌上音 於是出現了 譬如說 秦子王的 柯房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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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房 F的 讀柯房宮 是嗎 杜虎呢 不讀杜虎的 讀道舖 這些就是 古音和金音 你看V文章寫的時候 是古還是金 要讀他的音 譜和舖 這個古無輕純音 大家知道 其實都是有道理的 現在最古老的謊言 好像我本人 就是福建話的家 福建話真的沒有F 福建話這個音 原來去到漢朝 漢朝的音 比廣州話更老 廣州話也是唐宋 我們福建話去到漢朝 沒有F這個聲音 沒有F聲音 那飛怎麼說 飛機的飛 B 變成B 所以你看到真的 方向 方向 方向有另一個 方向 我們F 廣東話 普通話都是F 那句話呢 崩 好像吃飯 就是崩 崩 又是B 真的沒有F聲音 還有沒有例證呢 大家知道 中國文化 遠遠流長 影響很深遠 F 日本 韓國 都受到 中國文化遣候 日本話 五十音訊 有沒有F 沒有F的 日本話 沒有F的 韓國話 有沒有F 又是沒有F的 又是沒有F的 這些全部都是中國 舊的英文學的遺跡 保留出來的 好了 外來語譯音 考考你這個怎麼做呢 霍爺 證明大家都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這個呢 鄧玉雲 還有這個呢 這個就是印度 就是印度 大家知道 中國古代都很喜歡 對少數民族 都不要客氣 看到印度人 就叫做新讀 字就新讀 讀出來 大家知道 就是Hindu 圈讀 圈讀 這些都是外來語的譯音 這個字大家怎麼讀呢 都是讀善 現在是廣東話 善 大字典 會是讀善的 這個字怎麼讀呢 哈 正音是讀考的 坤 正音是讀君的 柱光初露的柱 正音是甚麼呢 暑才是對的 洗醋 這個普通話 有甚麼考慮 參考一下 曙光 死爪 曙光 洗澡也對的 賄露 正音是讀賄露的 這個就是字典音和常用音 有人主張要讀字典音 好像韓文匯教授 主張讀字典音 亦都有人覺得 主張讀字典音是不對的 字音要約定俗成 如果你要別人讀字典音 反而和生活有距離 學了音都不用 這個現在還是爭論不休 還是爭論不休 那你說朗讀用哪個音好些呢 用哪個好些呢 兩個音 你用甚麼音呢 這個我們回到最早 平時我們講說話 就叫做生活語言 朗讀是藝術 藝術來的 藝術語言 如果一個學生 他去朗讀的時候 譬如這個曙光 有一個讀曙光 有一個讀曙光 那你說誰好些呢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平時口說是這樣的音 一個呢 有一個字典 有一個根據 那你說評判 你會給誰好些呢 如果他真的 每樣都一樣分 88分 就差字音差一點點 你給誰好些呢 給誰好些呢 一般的看法呢 可能我們都是比較保守一點的看法 都是覺得有字典根據那個是好些的 因為有字典根據 那個呢 沒有根據那個呢 叫做 俗音 通音 另外一種的音 都可以接受 但是呢 只是俗音 就不是正音 那這個呢 因為他是朗讀 藝術 有這樣的要求 那當然 如果遇到不同的評判 都無所謂了 有些年輕一點的評判 都不知道有個 不知道有個 曙光才對的 曙光都沒問題 是吧 但是呢 如果你讀正音 應該是最穩陣 最穩陣 那當然 另外呢 就是一種叫做廣州話的懶音 N和L的區別 其實是有區別的 那些坊間的書呢 就放它是同音字 給你做練習 去訓練TSA 那就麻煩一點 這樣就標準不同了 這個是NG的聲母和零聲母不同的 好似今天 就來關門的 亞洲電視 還是亞洲電視呢 亞洲電視呢 對嗎 其實亞洲未必對 亞洲電視對嗎 例如我愛你 還是我愛你 愛 愛是甚麼 藝術還是藝術 好像藝術 對嗎 外國還是外國呢 外國人還是外國人呢 有沒有規則呢 我們很多中文系同學 有沒有規則 怎樣分別 什麼時候讀NG聲母 什麼時候讀零聲母呢 如果這個 比如說藝字 你說藝對還是藝對 你說亞對還是家對 如果我說亞洲電視才對 亞洲電視不對 你覺得亞不對 你覺得亞不對 有沒有規律的 好像有 有沒有規律 好像有 有沒有規律 老師應該也有網 有甚麼規律呢 如果我們讀 阿阿阿 牙牙牙 愛愛愛 愛愛愛 應該有規律就是 如果是陰聲母 沒錯 陰平陰上陰去 應該是零聲母的 四五六聲 陽平陽上陽去 就是NG聲母的 所以是藝術 藝藝藝 藝藝藝藝 藝藝藝藝 第六聲 應該是藝術 應該是藝術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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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愛 應該是零聲母 愛 小愛指 愛 愛 愛 外國人的愛 第六聲 就是NG 但是愛 是零聲母 阿阿阿 是零聲母 但是 牙 牙 牙 就是 NG聲母 是有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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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又是了 你撞聲評判講究的 他就聽到 不講究的 無所謂 亞洲 都無所謂 那平時說話 真的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去比賽 0.1分之差 那他要計算的 這個就用逐音 這個就去查字典 應該給多一點點分 但是生活語言 就不可以說人家讀錯 人家說 亞洲啊 你不可以說人家讀錯音 也不可以說人家讀錯音 也不可以說人家讀錯音 所以我們講到的重要點 就是剛才所講的 這麼多 聲音方面 評論和相連 重音和輕音 速度和節奏 語氣和語尿 我們今天就沒有特別說 速度和節奏 要點呢 其他方面 有目光 連呼表情動作 台風熱態 那麼 我們這些書 下面都有一些練習 好像剛才那一首 就是選我們在裏面的作品 選來看看 例如出賽 黃昌寧 很簡短 四句 我們這裡 很多同學都報了名參加 現在有機會 給你們在這麼多人面前讀 練習一下 最好 例如這一首 這首是廣東話 廣東話組的 廣東話組的 哪位同學可以喜歡呢 試一試 試一試 我們用剛才那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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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位 你們坐在這裡 很突出的 一定要 試一試 好 好 好 站起來好像比較好 好 試一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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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크�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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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亡, 但時龍城飛降在,不驕虎馬渡英山。 這位同我讀的,同你所讀的感情,感情很高度的感情, 因為它只有四句,你剛才的速度可以再慢一點, 四句之間的停頓可以長一點, 比較好一點,慢一點,和停頓可以長一點。 因為這個,關,環,山,押環的,是嗎? 是,普通話,關,環,山,野雪漾淵的。 這一首就沒有什麼問題,押韻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我們主要呢,你看,秦氏,明月,由秦到漢, 即是說歷史很長的,所以你讀的時候, 不可以讀得太快。 接著要萬里長征,說一些精日, 然後呢,就懷念,有龍城的飛降, 不要被外族入侵,這樣一種的感情。 我們只要讀的時候,有一種感懷故國,感懷身世, 一種的樹桌,一種的去到異地,樹搜在邊疆, 一種的,有思念家,有希望為國,孝露的,武家為國的, 即是一種這樣的心情。 。 余美人。 余美人,應該大家很熟悉吧? 差不多我們當中都一定選余美人, 因為他的感情比較容易表達, 比較容易表達。 右右邊位,可以試試, 廣東話也可以, 普通話也可以。 在我們的選材是屬於普通話組的。 這首是屬於普通話組的。 右邊位,可以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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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右邊位,可以試看。 右邊位,可以試試看。 右邊位,可以試試看。 來哦。 是朱顏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将春水,向东流。 好,感情也很丰富。 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有没有什么评论?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人人都有不同读法,是吗? 我们有没有其他读一次? 或者广东话呢? 广东话? 我们都是自愿好一点,好像不太好。 大家都是来互相观摩,没有什么所谓的。 是吗? 哪个愿意读? 这位老师想读?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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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听说说说说谣? 您要听说谣音吗? 故国不堪乎一生 欲兴重 雕兰玉气 英游赛 只是 朱眼盖 问君能有 极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她的感情和你的感情是不同的 都很深刻的 因为一个皇帝 破坚亡的感受 读得非常好 我自己听你说完我也想读一次 春花秋月 何是苗 往事知多少 小柳昨夜又冬风 故国不堪回首 缘命中 雕兰玉气 应有在 只是 朱眼盖 朱眼盖 文君能有 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朱眼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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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年 往事知多少 少柳昨夜 有冬风 故国不安回收 月明中 刁难欲齐影又在 只事热煮眼盖 文君能有 必多愁 合似一空 春水 向东楼 这个就是 古人的人众 朗证比赛都有人敢读的 很多年轻学生都有人敢读的 好了 这里有一首 论世端 论世端 可能看见都不想选 好 这首有没有同行或同事 试下呢 除了这部分 还在下面那部分 哈哈哈哈 这一首比较闷 爱连雪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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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连雪是小学的课文 现在变成中学的课文 里面有一个道理 三种花 一般人喜欢过年 花开富贵 当然是某单花最好 一般人都喜欢某单花 有些是隐人 清高 地势 就喜欢菊花 如果我们是一般读书人 讲究呢 黑己服礼为人 讲究呢 有修养的 讲究呢 气节 讲究风骨 这样呢 就会喜欢 所谓古代的君子 君子 我们特别强调的 当然就是中间 所谓呢 出于例而不严 作清理而不严 中通外籍 不谓不知 香软亦清 亭亭静 直直 那这个呢 作为年花的 性质 亦都和君子很接近 来说出他爱连雪 又不是世俗的 喜欢某单 又不是隐人地势 清高的菊花 而是呢 好像一个儒家思想 如何在社会上 社会里面呢 是 同 则独善其身 答 则兼善天下 如何融入社会里面呢 做一个有用的人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就是君子 这些手 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接着他亦都呢 那个逻辑性 也是很简单的 三样东西 一样两样三样 速度和节奏 亦都比较容易把握 我相信选择这个 我会连雪的人 会多些 有哪位想试一下呢 互动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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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路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妨 浸拟和陵 得 tempor сч 至矣谈 世人 深爱 敏丹 于朵爱莲 之出淤淫 而不染 灼 niños 而不邀 中空外直,不漫不知,相远亦清,亭亭静直,可远观而不可泄,晚云烟。 与为菊,花之隐意折叶,牡丹,花之富贵折叶,莲花之君子折叶。 与为菊,主之爱,桃后险有人,莲之爱,同余者和人,女三之爱,一呼终意。 好,这位同学还是同事?同学来的,同学,读得非常好,刚才我们说的三种性质是不同的, 是用三种不同的语气,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语调来表达出来,一节一节非常清楚。 我们说到最后,都是回到我们比赛,我们这次举办的比赛, 主要是希望通过由中国源河系和校内很多团体机构合办, 主要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诗词,去接触中国文化。 很欢迎大家去参加,目前报名情况都算踊跃,同学最踊跃, 同学最踊跃,有七十几个。 教职员呢,暂时,可能我们15号才截止, 现在还没有太多人报名。 外国人呢,原来都不错, 外国人目前已经有四位报名, 四位报名。 因为外国人的学校真的不多, 外国人是多,但是外国人懂中文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大家如果懂得一些外国同学, 或者外国的老师, 你懂得知道他懂中文的, 所以大家鼓励一下他报名。 鼓励一下他报名。 报名又很简单, 你有个二维码一打进去, 就报名了。 初赛只是在拿手机出来, WeChat, 錄音就是了。 不过他在今次的制作有少少问题, 就是说, 錄完一分钟, 他只有一分钟而已, 要立即再按一下, 那就继续下去了。 所以你不要再等一分钟, 例如你六六到五十几秒, 或者四十秒都可以的。 四十秒你觉得停了, 例如你读到, 可远般而不可泄幻而, 已经50秒了, 你立即按停他, 接着他立即跳第二秒, 立即再按一按, 他又继续。 就不要说, 摄幻然已经去到五十五秒, 言字都听不到, 那就糟了。 摄幻然, 读完, 后面还有一些空位, 不要要了, 按停, 接着他再按一下, 他第二秒就出了, 又有五十五秒, 给你继续下一段, 你读到三十, 你按一按都可以的, 总之第一段就不要了, 接着去第二段, 那就很方便的。 读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评判专门去听, 听完就去参加决赛。 决赛呢, 我们已经邀请了五位, 都是其他大学的老师, 来做评判的, 以示公正。 所以我们, 就算是中国语言学系的同事, 研究生, 全部都欢迎参加。